一家五口上医院 打针的打针 绝育的绝育 嗨 我是谢白 今天带着一家五口去医院啦 小猫和香香是去打针 饺子呢 是去绝育 小猫咪们第一次来医院 居然完全不怕 医生给他们检查了一下身体 香香因为最近有点发情 医生建议等他发情节之后 再过来打疫苗 哎 火吐你在干嘛 头疼 头疼 我们看哪一只下来呀 这后面那只在偷针的吧 这啊 偷东西 先打他 哎 细修急了 再来就打个针针 马上就好啦 嗯 摇头晃脑是吗 轮到小糯米啦 别激动 别激动 马上好啦 奶头打针的样子 好像小叔的饺子啊 可以了啊 小猫咪一共要打四针 第二针呢 在7月29号 现在他们需要在医院观察三十分钟 正好这会儿饺子进去绝育了 我们顺便等爸爸出来吧 哎呀 这针针针很无聊呀 我们不如来干点有意思的事情吧 小馄饨 是不是在这新环境很害怕呀 我轻轻你 你就不怕了 小小也害怕 哦 那么妈来安慰安慰你哦 怎么样 现在不怕了吧 你们肯定很好奇 我想不亲这两只长腿吧 我也不是没亲过 就是挺疼的 这是腿短的就不一样了 他打不到人 我们最后在医院之处待了三个小时才走 饺子麻醉醒得太慢了 三个小家伙等妈妈绝鱼都等着睡着了 饺子妈妈一醒来就好凶啊 没事没事没事 好了好了 我们可以回家啦 小馄 修打印机呢 哎呀 回家啦 别修啦 掉过头了 被医生端了出来 医生说刚打完疫苗的小猫咪会食欲不振 嗯 聪明的小妈妈带出来猫 果然一个比一个能吃 不过以后小猫咪有两个妈妈了 应该能学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吧 怎么感觉饺子绝以后的叫声变娘了很多 应该是我的错觉吧 长按点赞 必有下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